现在是2024年3月20号晚上9点53分 刚从地铁站出来 今天又是从早八做实验 做到晚上9点的一天 连续三天早八在实验室做实验 完全不知道外面天空的变化 一出那个实验楼天就黑了 昨天是在动物房待了一天 主要是在动物房给小鼠造魔 然后动物房的那个环境 在里面待了9个多小时 将近10个小时真的会很让人缺氧 怪不得那边老师说 动物房里时不时就会有人晕倒 哎 造完魔之后 今天早上9点多又去动物房 把小鼠拿出来在实验室 然后开始解剖取材 哎 我觉得我动作真的好慢呀 感觉好像学了内科之后 好像基本上我也没什么上手的机会 我感觉我解剖取肺组织 把那个肺液给剥离出来 然后分好就对我来说好难 我感觉我操作一直要将近十分钟 哎 然后准备回去睡个觉 哎 就这样 拜拜 今天是3月22号周五 今天的心情并不是很美丽 因为实验结果不理想 嗯 两个实验结果 都不是很理想 导致现在心情有点失落 哎 感觉我自己的心情 真的好容易受到实验结果影响而波动 实验结果不理想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差 然后今天点了热干面和草莓 哎 不管怎么样 还是先把饭吃完再说吧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六 哎 昨天晚上得知 哎 反正昨天晚上的心情 也是受到了实验结果的影响 免疫荧光都已经做完了 结果 工具胶仪器出问题了 导致免疫荧光没有拍成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最后免疫荧光的结果会怎么样 放置了这两天 会不会面临着荧光促灭的问题 还是什么 只有周一的时候才能有一个结果 但是周一的时候 如果拿去工具胶下拍 没有拍到结果 考虑什么原因呢 是本身就没有染成功 还是因为放了那么久 它荧光可能就不会保留那么长的时间 荧光促灭掉了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 如果到时真的没有看到明显的荧光 究竟要考虑哪一种原因 是本身没有做成功 还是考虑就是因为 没有及时拿到工具胶下拍 导致了这个荧光促灭了 所以没有拍到 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今天点了一个 牛排和猪排的一个混拼的饭 然后点了一个 霸气羊桃的一个 玉油干 平时没怎么吃过羊桃 对这味道还比较好奇的 对这味道还说是剪达 玉油干 对这味道 我们可以就 COM 前后 那